基本功 我们怎么样来做地规 做循环和做边界检查 那现在呢 我们来进入数据结构部分 那在这门课程中呢 那像之前一样 我不会把整个数据结构的这门课 给搬进来 因为它里面有实在太多的东西 那我们怎样来 从头开始来 非常系统的来学习 我们的数据结构呢 那在木课网上呢 我们已经开设了这样两门课 是刘宇波老师的 非常好的两门课 我们看到 它评分的都是十分 有非常多的人呢 已经在学习 它开了一门 算法与数据结构的课 它非常系统的 讲述了算法和数据结构 当然如果大家想在面试中 能够做出比较难的算法题的话 那还有一个 婉转算法面试的一个课 它们都非常好 那通过这些课呢 可以从头开始的来学数据结构 那我在这门课上呢 就不重复刘宇波老师的内容了 我呢会把我们的数据结构呢 进行一些回顾 那回顾之后呢 我只讲其中最为关键的 面试中最常碰到的那一部分 就是数的便利 数这种结构呢 在面试中是出现频率相当高的 在我们实际的开发中呢 也是经常会用到的一种数据结构 那最后呢 我会带领大家做一些简单的 让它复杂性分析 那数据结构呢 有很多大类 第一个大类呢 是列表 就是一个异维的这样一个列表 它包括了数字 列表 还有对列和正 我们看一下数字 那数字的话 我们通常会开辟一片连续的空间 把我们的元素呢 一个一个挨个的放在这个数字里面 那数字有什么好处呢 它可以进行随机访问 我只要给一个下标 它直接就能够访问到 比如说我要访问第100个元素 它就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 根据位移呢 把这个元素给拿出来 或者我们说的明确一点 就是长数时间里 可以把任何的元素给我拿出来 那它为了维护这种优点呢 为了维护我们数据的这个连续性呢 在数字中做插入和删除 会比较耗费时间 比如说我从中间插入一个元素 那我必须呢 把这个插入点之后的元素呢 分别往后移一围 然后在中间呢 腾出这个空间 把这个元素给插进去 那我们再来看链表 链表呢就是 我们之前已经做过很多例子 它一个个节点呢 通过一个next指针给串起来 链表大家想一想 能不能随机放红的 我要取第100个元素 我怎么做呢 我只有一个表头 我不知道第100个元素在哪里 我必须有一个技术器 顺着这个next time 一步一步往下找 我数一数数到第100个 然后把这个元素拿出来 因此我们链表里面去访问一个元素 它是比较耗时间的 耗多少时间呢 欧恩的时间 我之后会讲到算法复杂度 回来提到这些方面的知识 但是链表里面 去插入和删除元素 这非常方便 插入元素 我只要把这个插入点 前后的两个指针给它打断 把这个插入的元素连接起来就可以 删除只要把那个 我们要删的元素 这个节点跳过就可以 这个插入删除呢 是非常简单的 那我们基于数组和链表呢 还可以有一些结构 叫做对列和站 对列和站呢 它不像数组和链表 那数组和链表 我们毕竟是 虽然链表慢一点 但毕竟我们都是支持随机访问的 但对列和站我们不支持 我们只支持两种操作 Push和Pop 我们可以往对列或者站里面呢 去Push元素 把它元素放进去 也可以用Pop 把它元素拿出来 但是这个拿出来的顺序呢 是有讲究的 对列呢 是先进先出 站呢 是先进后出 这个呢 我之后会有一个例子 我们先看下去 讲完列表呢 我们来讲数 数呢 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数据结构 面试中最常出现的呢 是二叉数 就每个节点呢 最多只有两个儿子 它有左节点和右节点 它的儿子呢 还是分左右的 接下来呢 还有一种叫做搜索数 那之前我们回忆一下 在二分查找里面呢 我们每一次查找的过程 就是从这个数组中间的这个节点 一直对半分对半分 然后查到了我们所要找的那个元素 我们把那个对半分的这个路径 记下来呢 它就是一个搜索数 那假设我们这个数字很大 我们要经常进行二分查找 那我不如把它建成一个搜索数 这样的话 我就不用对半分 我每次就沿着这个数根 开始一个个往下走 就能找到我的元素 搜索数呢 也不一定是二叉的 我们可以每个节点呢 可以分出三到四个儿子 这都是可以的 我们数呢 还有一种应用 是叫做 那我们叫做堆 或者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优先对立 那这两个名字呢 是等价的 它们都是同一个东西 那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它和之前的对立一样 我们也是可以往里面 push和pop元素 但是它在pop元素的时候呢 是按照顺序 把里面的元素拿出来的 你在这个堆 或者优先堆列中呢 我的树根 永远是最小的 那或者也可以是最大的呢 看你这个是最小的堆 还是最大的堆 比如说我的树根 总是最小的 那我只保证一点 里面每一个树 包括每一个子树 每个子树 其实也是一棵树 那每个树 包括子树 它的树根呢 都是整个树中 最小的那个元素 那这呢就叫优先对立 那我的pop很简单 把树根返回出去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 我把树根拿掉 那树根拿掉以后呢 我要换新的树根 那我们的新的树根是谁呢 那我们的堆呢 一般是个二叉数呢 就是它左儿子和右儿子 两个节点 比一下谁小就是谁 那对不对 那左儿子和右儿子的那个节点 那个树字啊 被它拿到树根去了 那么左儿子或者右儿子 它又没有树根了 那大家发现 这是一个低规的动作 那我们一直这样做下去呢 就能维护 这个整个堆的这个特性 就是说每一个根节点 都是整棵树中 最小的那个元素 那讲完了堆呢 我们看一下这三种结构 站对立和优先对立 他们的表现形式 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们来举个例子 他们所支持的动作呢 都是一样的 都是Push和Pop Push就是往这个结构里面呢 去放入元素 Pop呢 就是往这个结构里面呢 去取出元素 我们对这三样东西啊 都是先后做了Push1 Push3 Push2 然后再用三个Pop 那我们看看 对于站来说 站我们获得的三个Pop 元素是什么呢 231 站是先进后出 或者说是后进先出 我们按照顺序是 132放进去的 所以出来的顺序 就是导过来231 那对立呢 先进先出 因此我们132放进去 出来就是132的顺序 那优先对立呢 123 从小到大 这就是我们三个 非常有用的数字结构 那其中站呢 我之前已经在 调用对站上 给大家演示过的 那么呢 低规函数呢 在中间给它断掉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操作系统所维护的 一个调用对站 这个呢 就是一个站 对立呢 我们一般在 多线程的一个 线程池中用的比较多 那我们线程池呢 会用很多的线程 从对立里去拿任务 那我们发任务的人呢 就按照顺序 把任务给发到 这个对立里面去 然后等在那里的 线程池呢 原来每一个线程 都会从这个对立里 把任务拿过来做 那这个呢 在我后面之上中 讲到线程池的时候 会详细地讲到 那我们还有一种 数据结构呢 叫做Map或者Set 那看它的定义 我们就知道 Map呢 是一个key value的pair 然后Set和Map的区别呢 Set只有一个key 那比如说我们统计 一篇文章里 每个单词出现的数目 那我们这个Map的key呢 就可以是我们的单词 然后我们的value呢 就可以是 这个单词的这个计数 那这个setkey呢 就相当于 数学上的一个集合 我们如果把文章里 每一个单词呢 都放进我们的set里 那最后我们看看 这个set有多大 就是这篇文章里 出现的各种 不同的单词的数量 这个呢 是两个接口 那我们看看 它们有两种实现方式 一种是基于 Hash表的实现 我们叫做HashMap 或者HashSet 它们依赖于什么呢 我们在Java里面 我们每一个object 都有一个东西 叫做HashCode 它可以返回一个Hash值 HashMap和HashSet呢 是基于这个key 这个类型的一个Hash值的 还有TreeMap和TreeSet 它们基于什么呢 它们基于这个key的大小 所以它们对这个key有要求 它们要这个key呢 实现一个comparable接口 comparable接口是干什么用的呢 它可以compare两个元素的大小 我们给定两个key 它可以知道 谁比谁大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从TreeMap里面 去访问一个key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能 进行二分的查找 它呢不是把key 放在一个数字里的 而是把这个key呢 放成了一棵树 那这个树是一样的 我们同样是可以 进行二分查找 那我们发现呢 这类知识点也同样的 出现在面试题中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所看到的这道 大众点评的题目 它说HashSet 依靠什么方法 区分重复元素 当我们往这个HashSet里面 插入一个元素的时候 那它怎么来判断 那我到底是不是真的要插入 还是我们已经有这个元素呢 它先去看HashCode 然后它看看 有没有这个HashCode 所对应的元素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肯定能够插进去 如果有的话 那我把这个HashCode 所对应的所有的元素 拿出来 一个一个与我们 要插入的元素呢 用eq进行比较 如果比出来 有谁是相等的 那我们就不用插进去 如果比出来 一个都不相等 那么我这个元素呢 是一个新元素 我们要插进去 这就是HashSet 那说完了数 我们还有一种结构 叫做图 图的结构呢 我们有很多 有趣的数学问题呢 都能归结为一个图 图呢 我们有无向图 那每个节点之间呢 是没有方向的 我可以从A走到B 也可以从B走到A 但是我们每个边呢 可能有权重 这就有点像 我们路上的这个公路网 每条路它的长短 是不一样的 然后大部分的路呢 我们都是双向可以走 然后呢 还有一种叫有向图 那有向图里面呢 所有的边都是单向的 那里面所有的 都是单行线 我们只有一条边 A到B 那么A能走到B B是不能往回 走到A的 我B能走到A 我还必须要加一个边 那还有一种图呢 叫做有向无环图 很多图呢 它们都是有环的 但是有一种有向无环图 它可以来描述 我们任务之间的 先后关系 那比如说呢 我们要开发一个软件系统 那首先我们要有 需求的文档 我们要建立团队 我们要签合同 这些都是 我们开发软件系统的 一个先决条件 那我们怎么设计 这个模型呢 那我们可以说 需求分析 签合同 它是两个节点 然后软件开发呢 也是一个节点 那么需求分析 和签合同的两个节点 都是软件开发的前提 那么分别 往软件开发呢 划一根线 我们看看图中呢 有一些非常有趣的算法 那这些算法呢 它的算法性比较高 它的算法本身 比较难以理解 但是这个算法 一旦理解了 你的程序呢 写起来是非常方便的 因此图的算法 这类题目呢 不适合做面试 当然也不排除 有人会问 那如果一旦问的话呢 我们如果不理解 这些图的算法的话 很难在面试的时间 会想出这样的算法 而我们如果之前 已经知道过 这些算法的话呢 又很容易地 写出代码 所以这样的话 这类题目呢 并不适合 在面试中去问 但是呢 这些算法在竞赛中呢 出现的频率 是相当高的 比如说深度优先便利 广度优先便利 深度优先便利呢 比较简单 能够看到图的 每一个节点 那广度优先便利呢 比如说我们 可以去走迷宫 然后可以识别 我们的连通块等等 托扑排序呢 就是我之前说的 在有向无患图中 我们有这么多任务的 先后的依赖关系 那我们到底 应该先做谁 后做谁呢 那我们就去 进行托扑排序 然后我们在图中呢 还能够找到 最短路径 或者最小生成树等等 还能够找到 感谢观看